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哲學是這麼談 最近哲學界發生了一件算是很大的事 有一個很著名的英美哲學家Krippi過世 所以我們今天想借這集的機會 和大家介紹Krippi這位哲學家的哲學貢獻 和和大家介紹他的理論 事不宜遲先和大家介紹今天的陣容 首先在右邊有Roger 另一邊有嚴肅 最後有依然是很英俊的老師 不如讓Roger和大家介紹這集的流程 我們今天說Krippi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英美哲學家 特別研究語言哲學 邏輯 很多領域集中在這些範圍都有特別的貢獻 今天主要在講道如何的問題 想要對他對一個問題的處理 關於的指惠問題 他的理論其實很複雜 我看到的很害怕 我們得諾名就叫做Krippi 共有聲明我們不用擔心 我們當然要說清楚他 lass acoust了解一下 他怎樣去講這個問題 我們首先會介紹關於指慧的問題 怎樣的問題 然後我們講其中一個 Kripke要批評的論迪 一種理論叫做描述論 關於指慧 我們會講講他的特性 一般人會覺得這個理論會牽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會再講Kripke 究竟他怎樣用他獨特的方式去處理這個問題 特別是他會在一個很有名的課題 叫做Naming and Necessity 不過在講這些正經的事前 先看看他有多威風 因為這集是我提議拍的 因為有幾件事 首先Kripke對我來說是頗重要的哲學家 我做很多相關的研究和他有相關 另一個很重要的是 其實有很多人問過 如果你說近代 如果做了尼尼文羅還在生的英美分析哲學家 你覺得誰最厲害或最重要呢 我幾次都覺得是Kripke 因為他在一般普羅大眾 不是很研究哲學 尤其是不是讀英美分析哲學的 可能未聽過他的名字 但其實是極度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哲學家 我們只好值得拍一集 去討論和介紹他的理論 但在整理討論和介紹哪部分的時候 其實都遇到困難的理經 因為他太多了 有幾個都很重要的貢獻 要選擇 即是我們選擇誰好 我原本提議說兩個 但最終發現不行 因為他在一個裡面已經太多貢獻了 不知道能不能說完 就只留下 就說剛才羅傑所說的 Proper of Reference 的問題 我反而覺得問題不是太多 而是他講很多的理論 都很技巧 但他的著作其實是出名少的 我想說他最接近一般大眾 都會聽過關於哲學神人的傳說 即是我中學已經聽過 你中學已經聽過? 中學已經聽過那些傳說 中學已經聽過那些老師說 哲學是有個傳說的 就是有個學生拿A 寫了一句 就是為什麼不 我覺得這件事當然是傳說 應該是沒有發生過 或者發生過都是笑話 可能有些問題 如果這樣都給他一個A 但Kripke已經是最接近 因為他真的在推廣上很少 但他的地位是很高很高 所以我覺得他是最接近 哲學神人的真實版本 再補充一下他幾個神 有幾個東西很神 第一就是他其實很少著作意義下 他有很少寫的著作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其實最出名的那些 例如剛才說 Nenman necessity 另外包括了他 圖倫維尼斯坦的一個教授 後來還有很多的 例如 圖倫維尼斯坦等等 其實他都是不用筆寫的 他只是口說而已 即是他在Nenman necessity 說得明白 他太懶了 所以他不適合回應和寫東西 所以通常就是他說話 然後有人筆錄 然後他就已經紅了 漢堡了 他真的寫得極小 但已經爆炸 這是有一個傳說 第二個傳說 而且你真實的傳說 就是他是一個天才 即是真實的天才 當然有時候見到北韓又吹噓 可能金正恩又怎樣 金正恩又幾多歲就懂得作詞 但是他自己教自己 譬如他說 五歲英式希伯來文 然後就看了沙士坦的傳集那些 但是不說那些 就是在自學裏面 他很厲害就是17歲的時候 他出了第一篇文 而有一篇文是改變了整個 邏輯的一個重要範疇 我們叫做modal logic 模特邏輯 問題基本上就是 總之以前就有一些系統在處理 但是沒有辦法 給他多一套semantics 給他多一套語意學 說了什麼就不用理會 我說了什麼 但是這是一個大困難 17歲 解決了這個問題 寫了一篇文 然後導演高中了 而這篇文厲害得如何 就是他就讀了哈佛的數學系 當然是最厲害的案畢業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在E2的時候 已經同時間一樣在麻省 在劍橋市職附近的 另外一間名校就是MIT 麻省理工 在教研究院的課程 他在讀E2本科的數學 他已經在隔離 另一間名校的研究院 教了博士身 所以看到他17歲出的那個 即是他讀書是浪費時間的 他自己想想 他想想 其實後來覺得應該 已經避免了本科 因為他其實覺得 他自學一定學得懂的 而且同一時間 他不需要再讀社士 博士沒有了 他一採取之後 直接就被大學請了 所以他17歲寫的篇文 已經改革了整個邏輯的討論 而之後他又變得很年輕 30歲作 在新學年代推出的 Lamary Society 亦都改變了整個語言哲學 因為不知道是語言哲學的 因為我們做不同的哲學討論 都會用語言的 他改變了語言哲學的想法之後 改變了很多 形術學 心靈哲學 討論關於MIT的問題 甚至遠一點的 即是數學之學 有些知識論 甚至後來引用道德 不同的討論範疇 他的想法 都可以討論到那些 幫助我們理解 有一個新的切入方法 在這方面來說 是極誇張的自學貢獻 但他是很年輕 就已經完成了這些 當然還有後來講的 另外一個就是 關於truth的討論 亦都很重要 有些人會覺得 他回應了Tarski 某一個難關 又是覺得很重要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他的語言 關於維根斯坦的分析 rule following 的問題 真理 邏輯 數學 全部 基本上都是很誇張地 影響到那個feel的發展 所以我們最終今天只可以選一個 去講述這個 你覺得真是智學天才 的其中一個理論 當然是要選擇 但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廣泛影響 沒錯 我想講講他有幾件事就講到這裏 你是他狂奮嗎 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 我有一個特性就是 我不是很迷作家 我覺得一些人迷作家有些問題 不過有時間再講 得罪人的 這些會 我們回來 今天想講 你窩著就好像有他 我不想窩著 沒有人認自己是迷的 迷是不好的 我們理性的 我們理性地去接受誰最厲害 但我們回來今天這個 要介紹 就是我們說 Krippy在 哲學上我們今天想講 亦都覺得可能是 他最重要的一個貢獻之一 就是 他對於所謂止涉的問題 Problem of Reference 的一個貢獻 首先 要跟大家講清楚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問題是講什麼 Problem of Reference 或者 就是講一個 詞語 怎樣去到 止涉到現實世界的一件物件 譬如 我用水這個字 就是我跟你說 喂 借一杯水來喝一下 那 你怎樣 知道我講的那杯水 是什麼呢 那麼 眼前這杯水呢 這個就是 止涉的那件事 我們一般叫做Reference 那麼 問題就是 這件事是怎樣做到的 究竟 是不是 我和你分享了 同一個關於水的概念呢 會不會這樣呢 會不會 水呢 大家都知道 它是透明的 濕濕地的 可以喝的 當我說 給我一杯水的時候 那你呢 腦裏裡面 都出現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 老師就叫我給一些透明的 濕濕地可以喝的東西 然後你就找了 你自己用你的麥克風 去找這個世界 有什麼符合這個條件 找到的時候 你就遞給我 會不會是這個圖片 就會發現有些問題 如果是用這個圖片的話 看看你們 老師剛才說了具體理論的立場 就是剛才說了 描述論的立場 老師其實是提出的 其實在問語言裏面 我們有些字眼 我們覺得是 指涉到世界的東西 但是那些字眼 那些文字 那些語言 怎樣指涉到那些東西 中間的關係是怎樣構成的呢 這個就是 所謂的問題 指涉問題 或者指為問題 因為字是一些 線條 或者聲音 但是這個現實世界有些事物在 通常我們的說法 就會說 我們譬如運用語言 就是這些聲音 或者字 一方面 好像用來表達我們的一些想法 跟人的思想有關 但是同時 語言又可以 幫我們去談論 描述這個世界 其中當然語言裏面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字眼 有些譬如前置詞 未必是用來指這個世界的事物 但是似乎很重要的一些字 譬如 名詞 很多都是用來談論這個世界不同類型的事物 究竟這些線條 為何可以幫我們跟世界聯繫 令我們可以談論這個世界的東西 中間會不會有甚麼特別的機制 當然有不同 就算名詞也有很多種 我猜 我們討論Kripke的時候 就集中討論他關於所謂的專名 其中這裡 譬如人名 老師 老師本來就是一般的 Jain Munang 可以指所有教書的人 但是 在這裡我們可以用他來當作一個專有名 就是一個專名 就用來指這個世界上的某一個人 就是他 為何可以做到這件事 究竟背後牽涉甚麼不同的機制 或者 我們可以怎樣理解 還有 很多時我們說同時一個字 之所以是指 他就不是純粹一些線條或者聲音 好像他會擁有某些意義的東西 在某個意思之下 如果我們很多時候 的說法就是 如果我們說一個字可以用來指這個世界的東西 我們認識一個字 就是他用到 我知道這個字是指甚麼 但好像 會牽涉另一個面向 就是 好像我們要先了解那個字 牽涉一些東西 於是又會不會 這幾樣東西 這個字本身 可能在某個意思是承載的意義概念 或者甚麼 以及這個世界上的事物 究竟他們之間 是有甚麼關係 以至於我們事實上 我們又經常運用這些字眼來談論這個世界 究竟背後的機制是怎樣 大概的問題 我想說回這個問題是那麼重要 回到哲學傳統 因為其實它本身 原本是一個知識論的關懷 如果是一個傳統的哲學的時候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知道這個世界的 一些真理 譬如前面有四杯水 我們怎樣知道呢 那麼這個問題就 困擾了那個傳統的哲學 很久了 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譬如那個理性主義 或者經驗主義 都是一些 傳統的方式去嘗試解決這個問題 亦都有很多爭拗 那麼去到當代的時候 就有一個所謂語言哲學的轉向 就是開始去到發現 以其實中間 我們真是 人的 subject 這個mind 和這個世界的連接 好像都是語言 是比較核心的一個工具 所以哲學家就會去關心 究竟那些語言是怎樣 止涉到這個世界 如果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 其實是關乎到一個很傳統的問題 就是 人是怎樣認識到這個世界 或者人和世界 在這個認知上 是怎樣去連接了 所以關於這個問題 就是 都可以咬著知識來講 就是 如果大家 通常會覺得 有什麼問題 我經常跟別人解釋這個問題 覺得 解決不了 問題也解決不了 杯就是杯 水 剛才說了兩種不同的字眼 有一種就是 代表水 我們稱為一種種類的描述詞 就是kind term 是描述一個kind 水 為何水這個字 指了這些東西 又或者是 例如老師這個字 這是一個專名 代表的不是kind 不是一個種類 一個object 就是老師這個人 因為老師這個 term 指了老師這個人 這是兩種不同的字 一個是個別的字 一個是指一種東西 但是我每次跟朋友解釋時 都覺得這兩個不是問題 他覺得很合理 總之你學語言 就是學會語音 或者符號 跟這個東西 或者這種東西 的配合 他們對應 你找到這個老師的字 就對應這個人 水這種東西 就對應這一種東西 你就學會怎樣 去描述他 好像 沒有什麼問題 但其實 在Clipky出來之前 製作上有個 主流的答案 答案其實 在某個意思上 不是那麼常識 有少少跟大家想想 是嗎? 我覺得挺常識的 很多人應該不是那麼常識 不過你先說 因為 一般人說 老師的字母就是代表這個人 做些什麼 但其實這個立場叫做描述論 Descriptivism 或Descriptionism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從知識角度入手 我們發現 我們說一些字眼的時候 Carry的資訊 遠多於那個東西 譬如說 剛才老師說給我杯水 那很多時候 你會說哪些是水 當我說給我杯水的時候 其實同一時間 你得到的資訊 往往不止是 給我這一種東西 你同一時間對這種東西的 某些性質 是有某些理解的 是叫你給一些 透明的 可以解殼的 是液體 在室溫裏面 的東西 我 所以這時候 發現了 我和你講水 這個字的時候 給我杯水 的時候 水這個字 往往Carry 的資訊 似乎是 多於 原本就是代表的這個東西 另一個很出名的例子 引致到我們會有這個 描述論 就是 神星和分星的例子 後來發現了 天文學生有個偉大研究 發現了 原來有一顆星是神星 就是日頭最早出來的 早上的星星 早上的星星 不是那些神星 不是 金星 金星 水星逆行 另外有一顆星 就是夜晚 黃昏 黃昏 最早出來的 是黃昏星 他們叫分星 我們發現了 兩顆是同一顆星 難典就是 如果我自己覺得 有很多人最初的直覺 喂 神星分星的名字 好像老師那樣 就代表一個object 剛才 神星等於分星 就很直覺 就是 那顆星 等於那顆星 這個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 為何它是知識 一件事等於自己 一件事等於自己 這不是一個知識 因為所有東西 你不用觀察 不用做研究 都知道一件事等於自己 不是才會說 是 你知道神星等於分星 為何會有一個天文學的大發現 如果用邏輯符合 就是 A等於A A等於A 我不用理解這個世界 的任何東西 不需要拿著望遠鏡去看 不需要做任何天文的考察 我都知道A等於A是對的 沒有什麼用 但明明知道神星可以分星 是很重要 為何呢 最後引致了所謂描述的結論 似乎 一個名字 不僅僅是代表那個object 不僅僅是代表那種東西 他同時代表那種東西的同時 是帶著多一點的資訊 所以神星等於分星的發現 為何是厲害 是因為我們不只知道那個東西 自己等於自己 A等於A 我們知道的是神星和分星 原來這兩個名字 是持有不同的資訊 和資訊 神星在說 日頭最光的那顆星 分星在說 黃昏時最光的那顆星 在這個以下來說 是不同的資訊 日頭最光的那顆星 黃昏最光的那顆星 你知道日頭最光的那顆星 等於黃昏最光的那顆星 這絕對是一個新的資訊 你之前不知道 所以神星的名字 不僅僅是指的那個object 那麼簡單 同時帶著一層描述的 就叫做日頭最光的那顆星 分星就是黃昏最光的那顆星 而因為那個描述 是不一樣的 所以神星等於分星 似乎給了新的資訊 給我們了解多了個世界 這樣的話 引致最後結論 就是一個名字 一個正式名字 或者一些kind term 描述的種類的 其實它不僅僅是代表 那個指稱的對象 譬如歐斯的物件那麼簡單 同時帶著一些資訊 而這就是描述論的基本立場 所以可以說 如果剛才那個問題 神星和分星 你發現神星等於分星 可能等於金星 是一個新的發言 原因就是在於 你知道神星 所包含的那些資訊 和分星所包含的那些資訊 原來它最後 原來是 紙巾 刷到同一粒東西 這個位置似乎 多於我們就知道 自己等於自己的那麼簡單 我們今節 很快地 介紹了一個所謂 止攝的問題 和一個描述論的立場 我們下節回來 繼續講一下Crypti的哲學 網友Calvin Poon說 喂 你們這段廣告很煩 Calvin 明白的 不喜歡的 買了它 買了我們這段Airtime 你會不斷地看到我的 因為我們又沒有預算 又沒有廣告 這段就是我們唯一的廣告 Calvin 我給你一個建議 不喜歡的 買了我們這段時間 行不行 我不可以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節落系 剛才我們開了一個 關於描述論的頭 我想有個很快的澄清 剛才我們這節中間 都說了少許這個 可能要分一點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時候 說一些字 怎樣可以找到 世界對應什麼的 object 似乎我們有多過一種字 混在一起說 首先分開少許 剛才提過兩種字 剛才第一種是關於人 英文叫proper name 不是人 代表一個 國家 所謂專名詞 例如我們剛才用的例子 就是 老司 因為他指 一種東西 就是這個人 香港 只有這個城市 英國 只有國家 還有很多 小狗 所以 是指一個 object 一個 entity 另外一類型 就是自然世界 自然世界的分類 剛才我們用過的例子 是水 可能還有很多 人 老虎 金 貓 金 其實 可以 應該可以這樣理解 剛才上一節 我和閻叔 就說一個 是 描述論好像不是很符合 我又說不是很符合 其實有時候 其實這兩類字之所以要分 是因為我們覺得他有少許不同 譬如我們說 老師這個字是為甚麼 我們通常 最直覺的時候 可能會做甚麼 就是他 他 沒有 一些描述的成分 所以可能 閻叔 在專名詞 這個地方 覺得不是那麼直覺 但 譬如一些 自然 水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有少許不同 水是甚麼 是透明 飲得 這個杯莊樹 在這個時候就好像有少許描述的東西 透過描述那些特性 給他一個描述 來說明這個字 究竟意思是甚麼 又好像 這個字因為有這些意思 我們就可以相信他 如果水就是這樣的東西 根據那個描述 去找世界上的東西 找到 就好像某個意義來講 將那個字 連繫到 我要 指涉的那樣東西 所以這個就比較直覺 所以 譬如 在哲學的傳統裏面 可能一般會覺得 這兩類字 怎樣找到這個世界對應的東西 他們這個字 是可能有些不同 可能 專名 的意思 或者 他怎樣指 他直接 指到 譬如老師這個字 直接指到這個人 如果是那些 水 可能通過某些描述 就可以找到水這種物質 或者有時候會這樣說 我們說 一個字之為字 它不是只有線條 或者聲音 它有意義 但所謂它有一個意義 是甚麼意思 是很多討論 其中 一個 想的方式 原來 有人會覺得 這個字的意義 可以有兩個不同的面向 其中一個 譬如 杯這個字 你小時候學 或是橙 小時候學會怎樣學 難道你說橙 就是橙樹上結出來的 你不會這樣 這是他開始學的幾個字 他都不懂得那麼多字 所以通常你指著那個東西 橙 我們說 直至他知道 看到一個橙的時候 這個是橙 即是他指到 你說橙的時候 指到一個對的東西 還有你指著蘋果的時候 他不會認識零頭 表示不是 我們就說 他大概 掌握到橙這個字 為甚麼 為甚麼就是掌握到的意義 當然不是他能夠用別的字 去描述 這個字所指的物件 有的特性 或者那些東西 他只不過是能夠 將那個字連繫到某個物件 在這個意思之下 他是透過掌握這個字 適用的對象 這個就是指示 來去了解 他意義的這個部分 即是參考 大的時候就不可以這樣 你小時候三角形是甚麼 你學的時候都是看圖紙 但你讀數學系 現在我們考數學問你三角形的特性 甚麼是三角形 首先界定 你就畫個公仔出來 這樣不行 你就要說 用另一組文字 去交代 譬如三角形 我們有時候會說 交代它的本質 最好就是 定義它 講出本質 那種定義的方式 是要 寫出一組 一個描述 其實就是一個描述 去描述這個字 所適用的那些對象 有的一些最重要的特質 可能是 或者某些特質 至少 那時候 如果你能夠說得出 如果你說這是甚麼字 不懂 甚麼都說不到 當然不懂 但如果你說 原來三角形 就是指這些東西 你說出 可以用來適用 那個字 所指的對象 的一個描述 你又去掌握到它 可能有時候 我們會說 你掌握到意識 或者意識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可能是 討論 總之 一個字 就有這兩個面向 這樣的時候 所以 所謂的描述 其實就是 比較內容性的 一些東西 不是那個物件 剛才我們說的描述論 為甚麼 那麼神奇 一般來說 似乎我們會覺得 名字 似乎只是代表著 某個 Single object 它似乎不帶一些 複雜的意思 沒有帶一些複雜的資訊 但是 水 老虎 這些 我們叫Lateral Kind Term 這些Lateral Kind Term 似乎我們會帶出資訊 於是 怎樣 老虎 老虎 對於老虎的字 似乎是 carried 某些 某些描述 似乎就看看 世界有甚麼描述 配到 有甚麼東西 配到老虎的字 所carried 帶有著的描述 似乎就是老虎的字 所指涉到 Lateral Kind 那些指涉對象 似乎就很合理 所以我們說水 老虎 Lateral Kind Term 說金 空氣 你馬上會 跟一堆 它的性質 而似乎 這個性質在 在這個字背後 是有的 如果一個人 你問他 甚麼是老虎 他說不到那些 你開始懷疑他 老虎的字 甚麼意思 你問他甚麼是老虎 怎麼解釋 他會說那些像貓 跟著甚麼形態 會在野生暴獵的 那種生物 可能可以說到很多東西 在這個角度來說 像Lateral Kind Term carried 我們每次用老虎的字 都會把這些 帶給對面 對面 就是講這一堆資訊的 那個人 那種東西 但是 Propor name 似乎不是 因為他只是一個東西 我們好像只是一個名字 一個東西 上一節 說神星分星的討論 就是為甚麼 Folutionary 他告訴我們 就算是 指一個東西 Propor name 原來我以為 配合他就可以 其實也不是 因為剛才我們說了 神星分星 或者有人覺得神星分星 太過有描述性 有些人會用另一個字 就是希臘文的名字 Hersperus 和Phosphorus 中文有對形嗎 古代 長羹和啟明 啟明也有意思 但也很描述 因為長羹就是長期 我中文沒有 啟明就是開始日後 所以也很描述 所以有些人想避免這個問題 他變了一個沒有甚麼內容 Hersperus Phosphorus 沒有甚麼內容 似乎是 但就算是這樣 你發現Hersperus 等於Phosphorus 都是一個 新的 天文發現 這意味著甚麼 你不是這句話 Hersperus等於Phosphorus 不是等於A等於A 他同時說 多了智信 就是日頭最光的顆星 原來等於黃昏最光的顆星 在這個角度來說 原來他就說 即使是Propa-Name的例子 都是透過描述 看看有甚麼能夠達到 然後他決定他的名字 指釋對著 所以為何Hersperus 可以指到金星 就是金星是日頭最光的顆星 為何Phosphorus 指到金星 就是黃昏最光的顆星 他能夠達到 這兩個名字 各自帶著的那層 意味著 那層之訊 於是所有東西 不論是 National Kind Tapar-Name 從此之後 就是在描述論的 底下 透過 猶太的世界 有甚麼能夠 這個名字 所帶著的意思 描述 他決定了這個名字 有甚麼對象 我想 到此後 終於可以引入我們今集的主角 很難 讀那個名字 剛才我開始 差一點 Krippi Krippi 不如對他叫Krippi 是的 我剛才一開始 就是要想一想 Krippi終於要引入這個 Picture 他不是作為一個 指涉論的支持者 而作為一個 描述論 描述論 指涉問題 描述論的支持者 當在描述論 已經變成一個 Dominant 大家已經接受了 王道 他揭竿起義 提出 描述論的問題 一個重要的作家 而 我們應該說的就是 剛才 提過Naming and Necessity 的課題 跟著之後 再出版這本書 我想 是否可以這樣說 在這裏 其實他有 三大 討論 三個反對的理由 一個是 關於 是關於 意義的 有關於 EPISTEMIC 關於知識論 還有一個是關於 我們稱為Modal argument 是關於可能性的 一個論 我想我們三個 誰可以介紹才好一點 誰解釋才好一點 我覺得說 無態論性 即Modal的 比較容易 什麼叫無態 大家可以 溫解我們 可能世界 我們就 講了很多 Modal的東西 即 關於什麼叫必然 和可能的東西 所以他這個論證 都是關於什麼 必然 什麼是可能 但我也覺得 要說多兩句 什麼是描述論 要舉個例子 簡單來說 譬如我們 即是 他那本書 還是 大家都會經常用的例子 就是 阿里斯多德 這個名字 我們當它是 聽起來沒有什麼內容 我問你 阿里斯多德 這個字 就這樣看字 文字 有什麼意思 你都說不出 所以你 中文的時候 是陰譯的 因為你找不到它的意義 可以有什麼 譯出來 不像剛才那些例子 所以 還有它是一個 正確的名字 阿里斯多德 在描述論 會是 跟著一篇 怎樣的描述 我們用一篇 怎樣的描述 才能 成功指導 我們想 說的 阿里斯多德 這樣 可以很長的 但是 通常 簡化了它 多多多加三點 就算了 阿里斯多德 就是 阿力山大帝的 老師 還可以加很多東西 派拉圖最有名的學生 日本書籍作者 是的 Nicomarkian Ethics的作者 然後你還可以加很多描述 一抽描述 我們只要找到那個原備 那個完整的描述 我們就可以 確定了 所謂的確定了 確定了 其實它是指哪一個人的 但是 就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當 根據描述論的時候 我們定義一個人名的時候 我們永遠都是用它的描述 譬如 我只斬一個來講 就是 阿里斯多德的老師 但是 可以不是這樣的 阿里斯多德 可以 不是 阿里斯多德的老師 可以 就是它當初 因為打仗的原因 很容易 很容易就 離開了 阿里斯多德的所在地 所以它就沒有去到 接受它老爸的邀請 去搞它 這些事都是可以發生的 但是 定義 如果我們找到一個名字的定義 其實它是要 必然如此 就是它是必然如此的 我們才叫做找到它的定義 或者用一些古舊的說法 甚至說找到它的 但是 通常在哲學史上 就不會提到這個詞 就是這樣說定義 定義就是說 如果它不符合那一篇描述的話 它就不是阿里斯多德 我們才說它指到阿里斯多德 而且只指到它 而不是指到旁邊的 或者它的美術老師 即是 講到阿里斯多德的美術老師 或者其他人 而是指到阿里斯多德 所以 如果那個描述 是不中的話 是沒有發生的話 應該我們就一定 不會指到 阿里斯多德 中間是有一個必然的關係的 那一篇描述和阿里斯多德這個詞 但是 我們只要很簡單地反思一下 其實 裡面那些描述 如果它可以不是 阿里斯多德的老師 它後面其他的項目 都可以全部不是 很多都可以不是 這樣的時候 你說最後 可能有些東西都一定要是它的 譬如有些人會說它的 或是它的父母 那個精卵結合體 但不是的 它都可以有一個 正確的同性的 所以 如果它不是必然的話 就會說到它不能定義 阿里斯多德這個命 簡單地說 我猜老師說完這個之後 我試用一個短的方法說 一般有意下的句子 我們覺得其實有可能是真是假的 就是阿里斯多德是阿里斯多德的老師 這個句子 在現在這個世界是真的 在我們現實世界是真的 但我們覺得有機會在第二個可人世界 是假的 只要剛才老師說 打仗他走了 或者阿里斯多德 最出名的那個就是 從來沒有離開自己的屋邨 即是農村 從來沒有讀過哲學 從來沒有讀過哲學 好像在蒼蠅邨大 像是平石村 但是 從來沒有離開自己的農村 所以他從來沒有讀過哲學 他就不會做好阿里斯多德的老師 照我們覺得這個情況是可能發生的 It's possible that 雖然現實世界其實不是這樣 不過有可能發生的 問題是甚麼呢 剛才那件事 阿里斯多德是阿里斯多德的老師 在描述的角度來說 會不刻意變成一個必然是真實的句子 為甚麼 因為阿里斯多德這個名字 長期他的名字是怎樣指導他的對象 就是他持有一個意義 就是他是阿里斯多德老師 如果在這個時候 所有不是阿里斯多德的老師的東西 就不可能是阿里斯多德 阿里斯多德這個名字帶著這個資訊 所以透過看看有甚麼東西 去達到這個資訊 這個描述 才是他是阿里斯多德這個名字 所指導的那個人 這樣就出事了 就令得永遠無論任何情況 世界怎樣變改都好 阿里斯多德是必然 是一定 是這個阿里斯多德的第二老師 甚至你可以想這件事 譬如我們 你用三角形的東西好像很合理 三角形我們說這個字是甚麼意思 三角形就是三條邊組成的封閉圖影 這個就是他 我們定義他 這個就是他的意義 於是我們 這樣說的時候 所有三角形照計 只要他是三角形 就一定是三條邊的封閉圖影 不可能出現一些東西 他滿足了這條件但不是三角形 或者有三角形 不是這樣的 好了 這個 這樣的說法就好像是 其實描述論的意思就是 一個字如果他能夠指涉這個世界 他有一個面向 就是一個 內容上的面向 或者意思的面向 就是 某個描述 好了 現在我用描述 就是定義那個字 即那個字本身是符號 問題就是 如果他指導某些東西 一定是因為有這一串的描述才行 所以所有這個字 適用的對象都一定要 滿足到這個條件 不滿足到就根本不是那樣 但是將這個想法 說三角形好像OK 三角形就當然 我們會覺得 必然 這個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現在 三角形換了 某一個人名 比如剛才說的 阿里士多德 阿里士多德 我們本來 根據這個理論 就是想解釋 他怎樣可以指導某個人 就要透過某個 關於這個人的描述 例如阿力山大大 一定要是三條編組成的封閉圖形 我們這樣界定 同樣道理就是 一定要是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才會是阿里士多德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一用 就必然指他 他不可能不是他的老師 不是阿力山大大老師 好像會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引致了一句 其實我們叫做偶然是真的句子 變成必然是真 為什麼是關於可能性 為什麼叫做無態論證 就是他不規定那些句子 變成必然 但其實他不應該是必然 有一個很有趣的 說法 關於這個問題 就是 人們找聖經 究竟某一個聖經人物存不存在 就會遇到有類似的問題 譬如我們說 耶穌是做過以下事跡 寫在聖經中 說過他的描述 放進去 如果我們用描述論 說聖經是一個怎樣的人 就是 耶穌是怎樣的人 耶穌等於在聖經中的描述 但是有一個問題 原來如果我們發現 聖經說錯了 他是沒有說 他其實 做漏了 沒有做到 或者做漏了 做多了做少了 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的時候 我們會說 耶穌從來沒有這個人 還是其實耶穌有這個人 但是他做了其他事 我們似乎會說 後面的說法是多些 也就是說 耶穌其實存在 不過 聖經的描述 你搞錯了 其實 我們不會說 所以 聖經這個人 就完全不存在 但老師這個已經移了 去這個 是 因為 因為剛才說 第一個反對 沒有很多 是說句子 如果原本是偶然是真的 會不會 在描述下 變成必然 剛才老師這句 就是我們說的第二個反對 應該是下節再說 所以 既然我們 開始轉移的時候 不如我們下次回來繼續 下節回來繼續 哲學系 我們不斷談 舒適的質感 通爽透氣 讓你無孔 都可以呼吸 溫柔地包裹你 每一吋記褲 就好像 我抱著你一樣 除了各款T-shirt 還有外套 Toe bag Pair pie 書本 等各款 塗毒室的產品 除了香港本地 現在還可以海外游購 直送到你家門口 大家快點上塗毒失望店選購 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 哲學系 剛才上一節 討論 氣氛很熱次 我們已經 很快地 三個 反對描述論的 討論 我們已經講完第一節 這次 繼續講就是 Sematic argument 關於意思 等我講一下 剛才 老師在講耶穌 我們不太熟 我們講嚴肅 嚴肅 嚴肅比較熟 嚴肅是個名字 通常我們說嚴肅 是指這個人 根據 描述論的說法 大概就是 為何這個字會指到這個人 或者一個人可以用這個字 因為他了解到這個字 然後 包含了 有一個對某人的描述 然後我就通過 我理解了那個描述 就去找 在這個世界上 找那個人出來 原來你最符合 這個圖像就是這樣 所以 嚴肅這個字 如果他有 某一些 連繫著某一個特定的描述 哪一個 對象 我們當是人 簡單一點 不包括別的 是會符合到 這個描述 就是這個名字 所指的 我去決定的時候 純粹看 那個字 裏面包含的那個描述 是甚麼 所以如果 萬一你可以作個名字出來 有個描述 但那個描述 原來在這個世界上 找不到任何人符合 就代表這個名字 沒有指到任何人 根據這個理論 如果有一個人 是滿足到這個描述 他就是指他 嚴肅就是那個人 而且通常用這個字的人 他會相信 例如嚴肅 例如嚴肅就是 陶獨室裏面 最英俊的人 假設是這樣 我用這個做 嚴肅是誰 嚴肅就是陶獨室裏面 最英俊的人 大家都知道 人氣又最高 加上這些 好了 照計 但可能你第一次聽我說 這麼厲害 誰是嚴肅 你就去找 用這個名字 找找找找 如果正常 假設剛才那兩個美術 剛好真的指你 OK 沒有問題 但出現一個情況 例如 其實我這樣說 雖然 原來我誤解了 原來嚴肅不是 最英俊 MK真是最英俊 老師真是最英俊 或者原來他人氣不是最高 原來朱文高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雖然我用嚴肅這個字 會連繫到這個 照計 其實我用的時候 你不認識他 我認識他 所以我一直叫嚴肅 我一直叫你 我都是用這個字 去指這個人 但你聽了我講 如果你要用這個 去找找 其實你不會找到他 假設你真的要檢查 誰是人氣最高 分別是兩個人 還要很奇怪 問題是 你說我錯 然後回來 他都不是人氣最高 又不是最英俊 是錯的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應該怎樣描述我的狀況 其實如果是這樣 或者不要那麼複雜 因為剛才分了兩個人 我就當原來朱文 就是人氣最高 和最英俊的一個 簡單一點 不好意思 在這個意思下 原來嚴肅這個字 應該是朱文 我之前打電話給嚴肅 嚴肅 我們今天幾點六 然後跟他說很多 原來我一直 其實是跟朱文說話 因為我用嚴肅這個字 跟回描述 因為我有些錯誤的信息 你是甚麼跟朱文說話 但你不是跟嚴肅說話 我是跟一個人說話 不是跟這個人說話 我是跟這個人說話 但是我一直以為 因為我跟嚴肅說話 我都知道 嚴肅這個字 在我心目中真的指這個人 但是我將他連繫到另外一些描述 就是譬如他是最英俊 和人氣最高 但實際上那不是 究竟現在的問題是 我誤會了 原來我還以為你人氣最高 正常我們會覺得 情況應該是這樣 這些就是 這叫做 我對於嚴肅 嚴肅這個字 連繫到的那個描述 我以為是在描述那個人 原來其實我搞錯了 那究竟我應該將這個情況描述 其實我一直以來 一直在說 那個所謂嚴肅這個名字 原來我一直在說 朱文 從來都 我跟誰聊聊天 之前我們 原來 我做過調查 或者什麼 原來那個人在說朱文 很怪的 照計不會的 我雖然在這裡搞錯了 資料 但其實我都是用這個名字 所以好像正常的情況應該是這樣 但實際上根據描述論 就會出現剛才那個古怪的情況 這是第一 第二 很多人跟著聽我說 嚴肅 其實他們有幾個認識 沒有什麼人認識 那些人照計 你問一下 嚴肅究竟有什麼特性 有什麼特徵 他們都說得出 但是就代表沒有人能夠 因為他既然根據描述論 你是透過那個描述 去把那個字連繫到某個特定的對象 如果一個人沒有什麼具體的理解 對那個人一無所知 有多少人認識他 即聽過那個名字 很出名 我們說 甚至可能那種情況就是這樣 嚴肅我聽過 好像很厲害的 但你問 你見過他的名字沒有 都可以 我們說他都是在說某個人 就是一般我們用嚴肅的字 指的這個人 但是 說那個人可能 這次的案子和剛才不同 這個叫argument from ignorance 即是一無所知 數珠無知的論證 這兩個論證 一個數珠所謂錯誤 錯誤 錯誤 一個叫無知 都是指 針對 這個根據描述論 如果 一個字是這樣的 一個專名 是這樣的去指涉他的對象 那你一定是根據描述來指 才成立 所以 但實際上我們好像不是這樣去理解 剛才說的那兩個情況 一個對 這個字所指的那個人 一無所知 都可以用這個字來談論他 譬如我可以說嚴肅 我不認識他 你問我一些東西 我不知道 他就是想告訴你 我對這個人 的任何具體訊息 我都掌握不了 但是不是代表 其實不行 你說不到這句話 因為根據描述論 你就無法用這個字來談論他 但我們覺得不是 我們可以這樣用 所以這兩個就是其中 從那個 這個叫做 從他語意 去將那個字的意義 一個專名 至少在這裏 他的意義 看成是他的 描述 然後透過這個描述 去指涉這個世界 這個想法 從意義上去反駁 很多人會覺得 兩個補充 很久會覺得 在三大討論中 最強勁的事 因為 因為很明顯 Roger 跟其他人說 昨天和嚴肅喝茶 聽日和嚴肅約了拍攝 其實他直接叫我 嚴肅 他很明顯 說嚴肅的詞 這個名字 是說我的 是這個人 你沒理由說 因為他只是 對我有一個錯誤的理解 他不以為了 我是最英俊的 於是 合作了一個錯誤 給嚴肅的名字 就搞到 最後嚴肅的名字 永遠就指 陶瓏室最英俊的一個 就變成了 他覺得很奇怪 雖然說 明明我說嚴肅是指引我 沒有可能是指引 不會因為 Roger給了一個錯誤的 寫詞 就搞瘋了 所以 Argument from Error 是很多人覺得 很強勁的 一個 可以指出 似乎真的 沒有可能 我們透過 語意 即是透過描述 去決定 我的名字 的具體 這是第一 第二 這個 這個 Argument 很多人會跟 之前說的 毛泰論證 Oder 可能有少少 容易誤解 但它是不同的 怎樣不同的 之前說的 Oder 毛泰論證 很強調牽涉 其他可能性 有其他可能性 剛才說的 例子 Argument from Error 是 我認為 Semitic argument 並不牽涉其他世界 只是 這個世界 世界裏 Walder 只是給了一個 錯誤的 描述 去理解 嚴肅 即是我 的時候 會否引起 他用嚴肅 這個名字 名字 指了其他 別人 沒有牽涉其他 可能世界 在說這個情況 所以 老師剛才的 耶穌 也是這樣 事實上 他們經常在討論 剛好 問題是 我們用耶穌這個名字 會否因此 不是 志恩的始終 真的存在過耶穌 而是隔壁的人 這是同一個 actual world 所以他是 Semitic argument 一般聽起來 比較合理的說法 你誤會了 他做過甚麼 而不是 你講 另一個人 根據描述 只要 描述錯了 其實 描述 實際上 符合的 那個人 如果沒有 就根本 那個人不存在 我們一般覺得 你說耶穌原來打機很厲害的 沒有這樣的事 我誤會了 不是說打機很厲害的那個人 而是說 原來耶穌沒有打機的 我誤會了 所以 通常正常人 會這樣理解 這是第二個 argument 所以 你是 第三個 我想說 聖冷給你介紹 第三個 argument 我本來 想說 其實 關於 Error 和 另一個 是 其實可以有很多情況出現 尤其是 譬如我們當用尊名的時候 其實我們 那個字是指一個人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為何 譬如剛才 Ignorance的例子 為何我知道 他不夠多會有問題 因為 我要知道這個字 它的意思 這個字 完整的意思 如果我懂得用這個字 根據描述論 我能夠把那個字 關於他的描述 在世界上偏單 只有一個人符合 那會出現 問題的狀況 就是 我可能描述不夠多 不夠多 比一個人 例如 剛才 Roger想說 可能有一個人做了一件事 另一個人做了另一件事 兩個人都符合 同一個條件 另一種 沒有人完全符合同一個條件 這些都會出現問題 或者根據描述論 可能會變成沒有這個人存在 但很奇怪 我們不會覺得沒有這個人存在 原來一直沒有嚴肅 那我跟誰喝茶呢 很奇怪 如果有些人不相信聖經的耶穌 真的存在 他未必可能會用這樣的說法 或者有些觀眾不太熟悉嚴肅 嚴肅是誰 講哲學的 但這裏全部都是講哲學 所以嚴肅又不知是誰 會有這個問題 接著很快到 第三個 知識論 epistemic argument 關於 一個區分 一個叫先驗 一個叫後驗 關於我們怎樣去 知道某件事 或者我們知道某件事 需要掃諸什麼證據 那先驗 掃諸的證據 我們不用涉及到 我們真的看 現實世界經驗上 是怎樣的 而 反過來 後驗就是 我們要知道 一件事是否真的時候 一個句子 一個命題是否真的時候 我們需要 看完經驗世界 我們才知道 有經驗之後 才能夠判斷到 真假 所以叫後驗 後驗 先驗就是 有任何經驗之先 已經能夠基於某些方法 可以掌握到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 我們看到桌面上 有三隻背影 這個就是後驗 你不看世界 不看經驗你不會知道 我不看那張桌 我不會知道 但有些事可以單憑 你懂得字 不用看世界 單憑 想 你都可以知道它是真 譬如 三國營有三隻角 三國營的定義就是有三隻角的配合同形 所以你只要知道三國營的名字 是甚麼意思 你不用看世界是三國營 你肯定知道三國營是三隻角 因為如果它沒有三隻角 就不是三國營 這就是鮮豔 我不需要觀察世界的三國營 單憑明白三國營的概念 我便可以知道這句句子是真 這是一個鮮豔的句子 我們剛才說的A對A 每樣東西都等於它自己 都是一個鮮豔的知識 你不用看世界是否所有東西 都是老師都是老師 但是這樣 問題就來了 根據描述論 譬如用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我們便會說 根據描述論 阿里士多德這個字的意思 就是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的老師 的老師 很亂了 因為真的不同 很亂了 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坐在我旁邊 有一個老師 大家都認識 我分不到 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就是阿里士多德 問題就是 我們學會一個字 如果你適用阿里士多德 這個字 根據描述論 你便會知道 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就是阿里士多德 阿里士多德是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老師太英俊了 不好意思 就會是這樣 但我們平時不是這樣 阿里士多德是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我們覺得我們真的要看 這個世界是怎樣發生的 做了一些歷史研究 我們才知道 原來阿里士多德真的是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換句話說 我們平時覺得 阿里士多德是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這句話是喉嚴 但如果根據描述論 因為你學這個字 你適用這個字 你未看這個世界之前 你適用這個字的時刻 你就要知道 阿里士多德就是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否則 你便不適用這個字 當你適用這個字 掌握到這個概念 你就要知道它是真的 簡單說 就是剛才那個 如果是一個知識 是一個關於世界歷史的知識 不是關於語言 是關於世界 但奇怪是甚麼 你只要學會了這個語言 就知道阿里士多德這個名字 你學了這個字 關於語言的知識 你突然間有關於世界的知識 就是阿里士多德 是阿里士多德的老師 人都知道 但這不是一回事 我們不會說這樣 是混合的事 將一些後驗的句子 比較鮮 這顯示了描述論似乎是錯的 如果描述論有這些問題 我想我們下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說了很久 我們的主角 這些全部都是Kripke說的 全部都是Kripke說的 一手吹奪了整個 描述論的帝國 Kripke說完之後 他也要有些說法 他的說法會是怎樣 不如我們留下節回來 再繼續 歡迎大家回到最後一節節討論 剛才上一節 我們簡介了 Kripke反對描述論的三個討論 但我們還未說 到底 譬如 第一 描述論的理論是錯的 到底原本的那個指涉問題 到底要怎樣解決 不如交給老師 幫我們解釋一下 代言嗎 代怪發言 怪不夠 其實我也是看一些二手書 其實有看名字 無論如何 描述論 其實他本身 原本有個 都叫做平易近人的一般的想法 譬如說三個型的時候 他就是三條編三隻角 就是三個型的定義 這也是 一般人 叫做 知道三個型的知識 要有的要求 就是要知道他的定義 就是三條編三隻角 但是名字的時候 當他們把這個想法 延伸到 尊名詞的時候 就好像有些問題 我們一般人 好像不需要 知道那個人的正確描述 我們都可以 指導那個人 這樣的時候 原來是 原來不成功的話 還剩下什麼 可以去說呢 原來我們人 成功用到一個名字 指導譬如嚴肅 或者指導老師 不是透過描述 是透過什麼呢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 Kripke有個 好像很簡單的回應 亦都好像很親民的回應 就是說 因為中間有一個 因果關係 其實 為什麼我今天可以成功 用嚴肅這個字 指導到嚴肅呢 我們可以有一條 因果鏈去追索 追索的時候 譬如 我什麼時候 一開始 知道 原來嚴肅是指向這個人 可能是聽 羅爵介紹的 當是這樣 我第一次聽 羅爵說 嚴肅是 屠肚室最英俊的人 我就透過 這件事 可能就 知道了他 這裡有個因果鏈 除了那個描述之外 但其實可以不理那個描述 OK 我們有個因果鏈 才是重要的 就是 羅爵的介紹 令得我 知道嚴肅這個字 是指向我一個人 但是 你又怎麼知道 可以追索下去的 他又可能是 你們之間的一些 普通朋友介紹 然後一路追索下去 可以追索到 最原初 這個名字 怎樣 貼著嚴肅 其實就是 如果你一路追索下去 無非就是有一個命名的儀式 可能是你 爸爸媽媽 就是 決定 出生的 嚴肅 嚴肅 究竟我是你爸爸 還是你哥 好了 就決定 這個 這個 這個個體 就叫他做嚴肅 這裡 這個名字 和這個 object 就真是 因果地 連上了一個連結 以後 口耳相傳 傳遞開 令大家的用法 用這個嚴肅的名字 就能夠成功 舉世之名 大家都知道是他 傳開 關鍵是甚麼 最初的人 叫他嚴肅 但我有一個小澄清 剛才那一個叫做 causal theory 我覺得很合理 就是 究竟一個名字 的 名字是指甚麼 名字是指甚麼 可以透過那個因果鏈追回 最初 命名的那一刻 這個名字貼在那個 object 那一刻 看看貼在甚麼 object 這個名字是指那個 object 但有一個話 我要呈現 剛才老師和Roger的討論 就要說 我怎知道這個名字是誰 然後Roger說 我怎知道這個名字是誰 我覺得 Causal theory of reference 的特點是甚麼 你真的可以不知道 這就是威力 你完全不知道 只不過 你想想想 我們平時有時學一些新的名字 其實最初你真的不知道是誰 你的朋友 跟老師和Roger聊天 說一句人名 青藍的名字 我沒有聽過 我學了這個名字 我可以問 青藍是英俊來的 你可以說yes or no 我成功用青藍這個名字 已經在指引他 已經在說他 但我不知道他是誰 對他沒有任何認識 為甚麼 我這個名字可以 因為我在你的身上學回來 所以我用青藍這個名字 就等於你們用這個名字 你們教我用 可能原來你們都不知道是誰 你們都是偷聽人說 於是你們用這個名字 那個名字是誰 你都可以又不知道 但怎樣決定這個名字是誰 再看你們是誰教你 就是常常教你 那個人他用這個名字是誰 你哪會聽回來的 你的名字 當然有機會有些人會知道 是指你 有些人不知道 但這個不影響 知不知道一點也不重要 只不過是透過 誰教你 誰教你 最初 追溯法輯片 最初這個名字 第一次使用 就是青藍這個名字 有人改的時候 那一刻 就黏在你這項目 所以 引生開來用的整個因果鏈 所有參與這個 Cosal Network 用青藍這個名字的人 都一起用這個名字 而甚至我們可以不知道 自己說的是誰 甚至可以不知道 關於這個人的任何資訊 任何事 我只需要在 參與這個因果鏈 聽到有個人用青藍這個名字 弄在我耳膜 他震了 我聽到學到這個名字 這個英國人已經足夠 使得我所有 Compatant的User 我去清納這個名字 所以這個 不是某程度上 不是某程度上 是正在回應 所謂Semitic argument 其中一個關於 Ignorance的那個 甚至 Argument from Era 都可以 例如現在 假設離遠有個人 黑社會 那個叫做炎炎 是巡頭髮的 然後我們 走 然後在那邊聊 炎炎什麼什麼 我們在那邊聊天 其實用炎炎 就是指這個人 而最初我是嘗試 黑社會的那個人 就是他 其實他不是 他的樣子 比較有文化 我們覺得很尊敬他 覺得他似乎有威嚴 但其實這是錯誤信息 但即使是這樣 我們其實都可以用這個字 繼續 討論他 談論他 不會有影響 所以就算有些錯誤訊息 或者這樣說 那個可能是一個對的訊息 剛才那個就是錯誤訊息 又說過一些沒有任何知識 甚至都可以去談論他 甚至可能原來 實際上改名的時候 叫你做炎叔 炎叔就是 假設你剛出生 擺 一大堆的BB房 第四行第五那個 就叫炎叔 我這樣說 這個是一個 準確的描述 我是透過這個描述 把這個名字 第一次用來 貼在他身上 好像一個名牌 其實這個名字 貼在這個個體 我用了這個 描述 描述 你看起來 都很像 Descriptive Theory 但其實不是 因為在這個意思之下 其實我這個描述的唯一作用 就是幫我 在那麼多東西 找到那個東西 解釋它 然後我就把名字貼了 就算了 之後我再用這個字 是不需要再理會這個 只是一開始用來方便 它是我的命名的 手段之一 在這裏是不重要的 所以就變成了 描述論的問題 就是它一定要永遠 透過掌握了那個 名字 和它相關的 作為它內容的那個描述 所以你不知道的時候 又會指不到那個東西 知道這些東西是錯的 又會指不到 指了第二個 有一大堆這些問題 所以這個角度來說 Krippi會分到兩個不同的概念 有一個叫Fix the Reference 剛才Wordel說 最指第幾項第幾個BB 即是Fix the Reference 就是幫助手貼了名字 但貼了之後 那個Fix the Reference的東西 並不構成那個名字的 meaning的一部分 這個名字就是幫助手貼了名字 貼了之後 第幾項第幾個BB 這個描述就離開了 就不會是這個名字所持續的資訊 所以就算沒有這個資訊 都可以繼續用這個名字 沒有所謂 但我還想說一個再瘋一點的東西 甚至乎Krippi會說得很清楚 有時候連這個Fix the Reference 都不是很需要很準確 例如舉個例子 有時候不是只要打開名字 甚至Krippi會說得很瘋的東西 不僅僅是指人 他覺得連子Lateral Kind Term的東西 都用這個方法來説 例如他有例如海豚 你跟他說我初時要學海豚 即是明明海豚 我說海裡跳來跳去的魚 這個描述是錯的 我看到全面跳來跳去的魚 是錯的 這叫海豚 這個描述是錯的 海豚不是魚 可能是捕獄的動物 我在想 我馬上升不起 你才想一下你坐在哪裏 我真的想你 因為其實那些不是 但Krippi說 其實沒有所謂 因為剛才 幫助我們在對話的脈絡下 去調整我們 貼入哪一種東西 或是 貼入哪一種東西 只要有共識 大家能夠得到貼入哪一種東西 我們有溝通任務就完成 那個Fix the Reference 是不重要的 不是構成那個名字 或是Lateral Kind Term 的意思 所以就算是錯的 都還可以 是完全不在乎 但這個位置就構成了 所謂的一個洗禮形式 令到明明的時候 可以洗禮 突然多了個名字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可能 不同的種類 但不要緊 成功可以貼入一個名字 就完成了 完全不像 Descriptive Theory 那種說法 所以當我再用 嚴肅這個字 去描述 最初 我用剛才的個案 就是在BB房 第二行 第五個 這個就是嚴肅 我用這個描述 純粹是 把這個名字固定在 個體 這個不構成 那個名字的意義 內容的一部份 因為它沒有內容 唯一的意義 如果你要說的 就是這個人 它連繫下去 到我第二天 我可以說回 那件事 嚴肅當年 出生的時候 在BB房 第二行第五個 如果根據原本 描述論的說法 這個突然間就變成 一個鮮艷 的必然命題 因為它是內容 所以嚴肅當然就要 在那間BB房的 第二行第五個位 我不看 或者不回去檢查資料 不問一些護士 我也知道 鮮艷地就已經知道 因為它是內容 意義的一部份 這句話就是 嚴肅就是在BB房 第二行第五個位 當我說嚴肅是在第二行第五個位 整句話的意思 你拆開了就是 在第二行第五個位 那個人在第二行第五個位 在BB房裡面 這句話就變成一個 你就這樣看 都可以判斷到它是真 這是一個 變成鮮艷的命題 而且這句話應該在任何 世界都是真的 如果這樣說的時候 有機會 當我不把描述 看成那個 名字的內容 意義的一部份 我就不會面對描述論 會面對那些問題 又再說這幾個 有幾個很奇怪的理論後果 剛才我講了其中一點 其實 不只是說人名 是 這是很瘋的 平時用海豚的例子 我們平時覺得 若有些描述適合海豚 我們講海豚的名字 只是帶著一些資訊 他告訴你 都不是 其實海豚的名字 只是有一個人最初 成功把海豚的名字 貼在那種東西 而其他人會得到 然後 慢慢用來 用來用來指 下一個學到這個名字 他從我學回來 我用指些什麼 他就學我指些什麼 慢慢就決定了這個過程 和這個因果鏈 決定了這些 為何會這樣說呢 有什麼證據呢 即是我們覺得 不是吧 明明說水 又有很多證質 在貼著 有很多評論 他說不是 他舉了一個例子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 其實我們以為水是透明 以為水是液體 以為水是假渴 其實我們誤會了 其實我們剛才有些光的錯覺 其實水從來都是紅色 你以為我們假渴 其實它從來都不假渴 它只是給了假渴 誤會你 其實你假渴是其他原因 不關水事 原來其實水沒有那些 我以為它有的特徵 現在問題是 所以從來我用水的字 都不是指這些 是指那些有這個特徵 就是另一些不知什麼 假渴是其他東西 原來聽到很奇怪的 水人 是可以解渴的 水人可以解渴的 水人是透明的 不過我們平時不知道 又是有些錯覺 誤會了 這麼多年也是 我講水是指水人 還是說這些 但是他會覺得 還不可以說這些 所以那些解渴是錯的 我們會說什麼 我們會怎樣描述這件事 我們會說 原來水從來都是指那些 還是會說 不是 水從來都是指的 不過我們搞錯了 水的性質 大家會覺得 最合理就是這樣 搞錯了 水的性質 水是指的 不過他誤會了 以為它是透明 其實他不是 這樣顯示了 就算是lectual kind term 都是剛才 不 carry任何 描述的內容 透過剛才那種 因果關係 就是決定了水的字 指的什麼 或者海豚的字 指的什麼 這個也是很瘋的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 他是用同一個理論 去說明兩種 好像看來有些 出入的 因為 在描述論那裏 他都是想將它 用同一個理論去解釋 但就出現一個問題 好像是 他解釋那些 natural kind term 就好像好一點 符合直覺一點 但是 於是順手 又用來說那些 但接著就出現 剛才說了一大堆問題 現在 Krippi用另一個 理論嘗試去取代描述論 當然 他針對的就是 在那個 所謂專名的問題上 他做一些事情 但如果反過來 你解釋得一半 你可能沒有別人解釋得那麼好 所以他的 理論厲害的就是 我可以解釋到你解釋到的東西 在natural kind term 當然我用不同的機制 不同的理論方法 去說那個情況 但同時我用同一個理論 已經可以說明了 一個所謂專名 如何能夠止攝到這個世界的事物 是用同一個理論 而我解釋到你解釋到 又解釋到你解釋不到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意思之下 那個理論的力量 就強大一些 講到這裡 其實到節目差不多到尾聲的時候 我都想提過一個 我覺得 Crippy的這個 關於語言 關於止攝問題的 這個講法 為何 最後 大家會覺得 那麼有影響力 就是在於 可能在道德哲學 在心靈哲學 甚至在很多 不同的領域 都會有人用到 Crippy這個講法 都需要借助 Crippy這個講法 就是在於 Crippy的 Causal theory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理論後果 剛才我們講 Model argument 講Epistemic argument 其實我們提過 兩批概念 第一批是必然 和 偶然 或者釋然 看看你怎樣譯 necessary 和contingent 就有些東西 一定是真 和他 不一定是真 或者剛好是真 再加 另外一個就是 先驗和後驗 有些東西我們 在經驗世界之前 我們已經可以知道 它是真 有些東西我們看了經驗世界 之後才知道 它是真 兩批概念分開 傳統的哲學界 尤其是經驗主義的傳統 其實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 必然 是甚麼意思 必然為真的 就是 我們可以先於經驗 決定到是真的 而不是必然是真的 偶然是真的 因為他不一定是真的 我們要看了世界 是怎樣 才知道是真的 但是 Crippy這個止涉的理論 有一個很有趣的結果 就是 有時候如果我們覺得有本質 他之所以為這件事 他一定要有的性質 這樣的話 這件事是必然的 譬如 假設 水 它的性質 可能就是 它的本質 可能是化學結構 我們現在通過化學的研究 稱它為 x2o 所以 水 等於x2o 這個講法 一定是真的 但是我們怎樣知道 水等於x2o 似乎 就不是我們傳統的那種想法 傳統的那種想法 就是哪是真的 這是先於經驗 我們學水這個字的時候 我們適用水這個字 或者在現代化學出現 之前 大家都用到水這個字 但是 我們不知道 水是x2o 我們必須要通過經驗世界的發現 看經驗世界 已經我們知道這些是水 通過經驗的研究 研究水的本質 我們才知道 原來水是x2o 所以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很有趣的理論後果 就是有些東西 可以 必然是真 但是是厚艷 我舉了一個很快的例子 普通的名字都是 Roger等於李敬衡 你想想他是必然是真 為什麼 如果Roger黏在這個物件 李敬衡 黏在這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是等於自己 無論在什麼可能的情況下 這個也等於自己 所以這個必然是真 Roger等於李敬衡 但這個其實我們知道他是真的需要經驗 不然你不知道 原來是同一個名字 起碼你先指不出 我媽媽叫他 例如是中文名字 李敬衡 在街上有些朋友叫Roger 可能我媽媽在街上撞到一個人 在吵架 我叫我兒子來打你 我朋友叫Roger 你不要走 你站在這裡 我打電話就叫他來 後來他才發現 我媽媽又叫我 無緣無故 又說要這麼忙 隨便 同一個地點 一次搞定兩件事 去到發覺原來可以跟自己打 因為原來Roger和你的人都是指我的 但這是一個 empirical discovery 是一個經驗發現 他們後來才知道 李敬衡 和Roger是指同一個人 所以很煩 就是一代先驗 Colingian 後驗 但現在發現他拆開了這個配合 融化的情況下 是必然是真的 形象學 但既然在自私論上 其實他要後驗 要經驗 所以才是真 包括Wall-Judan的力競行 或是更加有意思的 是水底H2O 這些例子 如果不同的哲學家在不同的領域 討論 例如說心靈哲學 心靈的狀態 是否等於老的狀態 這些關於 我們稱為 identity statement 到底我們怎樣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覺得 因為我們概念上先於經驗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確定 兩樣東西是等於 所以他們就不等於 如果有了creepy這個理論的後果 我們就發現原來有些東西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又或者有一些概念上很不同的東西 原來可以有機會 退出 它是原來是等同的 這個結果 就會在不同類型的哲學的議題 我們剛才說了一個先驗 後驗的必然 其實creepy都有在討論 另一批都有可能 有些叫做 contingent aposiori 偶然但鮮驗的東西 偶然但後驗的東西 偶然但後驗的東西 我們今集沒有辦法遮蓋到這裏 其中一個偉大的地方 它擦散了哲學傳統幾百年來 都覺得 這個 這樣的 截然的區分 這也是其中一個 它偉大的地方 我們今集 哲學系那麼談的時間 就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